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社交APP设计的课程 我们打开我们之前的成果,我们看一下 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界面都已经设计完了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界面的美观 然后整体性、统一性都很差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要把他们所有的这些问题 统一的去调整一遍 首先是第一个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我们一个APP的一个所谓的颜值 那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几个icon 那我们看现在这几个icon呢,是非常粗糙的 那因为我们平时讲课的时间的原因呢 不可能把它画得很细致 那我呢,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套 我们的一个小icon 这个呢,是怎么样来的呢 首先是我会去画一个线稿 然后呢,我会根据这个线稿呢 把这些icon呢,进行一个 PS上的一个绘制 那这个绘制呢,相对来说呢 是会比较繁琐的 因为它的我们每一个小的曲线 一个小的一个转折 那这都是需要在软件里面的一步步进行绘制的 那可能一个小图标,你可能都要画个五分钟十分钟 甚至更长 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就不会在课程中一一去讲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 在绘制这个图标的时候呢 它的层级关系呢 是非常复杂的 是非常复杂的 那这个过程呢,我不一一赘述 但是我现在呢,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去绘制这些小图标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最上面的这一排 这个定位啊,语音啊 这种小一点的这种图标 那我们在去绘制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首先是我们尽量的要保证我们的设计语言是统一的 什么叫设计语言呢 就是你第一个是 当你这个图标上用了比较多的这种圆形的这种线条的时候 那你需要尽量保证每一个图标上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出现 那你比如说这里会有圆角 这里是一个整个圆的 这里也是圆的 这里呢,你就不能做成一个方的一个锁 你需要给大家一点圆的元素 那你这样你放小看的时候 你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 你不会觉得说 你中间这个锁是另外一个地方的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你要尽量把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统一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画图标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些虚实的关系 那虚实关系呢就是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人 那如果我们这里的人呢 两个并排放一样大呢 这个图标就问题比较大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前时后虚 也就是符合我们平常人眼看的那种关系 就近大远小啊 前时后虚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虚实关系呢 也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看这种 呃 所谓的 这个叫亮点小图标 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做出来好看的这种小图标 要注意什么呢 千万不要把它做死了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图标都是 就什么叫做死了呢 就是呃 我每一个图标大小的都是按照一个标准的 比如说我这个图标是这样大 然后另外一个图标也是这样大 我所有的图标都是一模一样大 然后中间呢 也没有一些什么呃 大小的一些差别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把一个图标 把一套图标做的很死 什么样就很死呢 我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把 这三个给它 给它定一下 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们把每一个都放上去 我们现在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图标呢 他们呃 所占的面积呃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 整个大小的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 把它每一个都做到 这样百分之百大小 这样去做 然后呢 把这个音乐的 if icon也是 我们把它做到 这样 然后呢 再把这个相机呢 也是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就是 这三个图标呢 相对的时候就会比较死板 你去看的时候呢 就是 它的其实它的关系呢 反而就不 更不好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星形 星形实际上的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顶出来和这个凹进去 这两个感觉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非常不和谐 所以我们在做 如果我们在设计图标的时候 也是就是 我们要保证 说每一个图标之间的关系呢 不要完全统一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图标之间都略微有一些变化呢 我们整体的变化在一起的时候呢 会显得会比较协调 就好像我们上面这些 那我们这些 呃 这些图标呢 它 都是会有一些那个 都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第一个呢 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然后上面有一点小凸起 然后这个 第二个图标是下面有一点 然后第三个图标是有一些虚影 然后第四个图标呢 稍微实一点 那这些东西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不会觉得 哎 有一个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图标按照 同样的一个规格 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里缺了 这里缺了 这里又凸出来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个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凸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视觉上的欺骗性 我们画小图标要注意避免这些问题 尽量呢 把图标画 活一点 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们图标这块的 需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回到我们 回到我们的设计稿 呃 我们需要对这些icon进行一些替换 然后调整 包括这些 那我们除了替换icon之外呢 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哪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引导页 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给他的一个感觉呢 是这种非常亮的 然后非常暖的一个色调 然后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黑色 这个黑色呢是用的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这个这个颜色进行一下调整 同时呢 我们可能会对这个icon 也同时进行一些替换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首页 然后呢 把它拉出来 我们进行一个通过拷贝 形建一个智能对象 为什么要通过拷贝呢 因为我们做完了之后呢 可以两个进行一下对比 我们把它放到最上面 然后我们双击进来 那首先是我们可以把这几个loading的 那个先删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上下的这个黑白 要怎么去调整呢 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个我们引导页 我们引导页最主要的颜色呢 是这种黄色 这种黄色 然后包括里面我们这个引导的按钮 也是黄色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主体的颜色是黄色 而且是最最重要的颜色是黄色 那我们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两道黑边 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黑黑色处理掉 而且我们通常来讲 上面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导航的区域啊 或者标题标题蓝通常是和我们这个应用的颜色是一致的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标题蓝的颜色呢 给它改成这个黄色 改成黄色之后呢 我们这个文字呢 就需要调整一下调整这个黑色 我们保存一下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主界面 我们把这个页面呢拖到 拖到它的右边 这样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上面的这个地方 感觉跟它是一个一个东西了 但是下面的感觉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黑色太扎眼了 所以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把这个黑色调成一个 也调成一个黄色看一下 我们把这几个 我们把这几个icon呢 先给它一个颜色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跟上面一样的 也是这样的 一个黄黑对比的颜色 我们对 存储一下 然后我们到这边看一下 那现在这个感觉呢 还是一样的 就是虽然上面的问题不大 但是下面的这个几个icon呢 突然间就很黑 那这也是非常的不和谐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种黑黄的对比呢 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得放弃掉这个逻辑 那我们除了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导航的这个蓝 给它弱化掉 我们把它弱化到这种浅灰色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icon的颜色呢 也变淡一点 我们存储一下 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现在的感觉呢 好像比之前会好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黄色 占这个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 最亮的 最吸引人的一个颜色了 所以呢 这个可能我们现在看的时候 这两个已经成为一个 统一的一个应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来 我们把icon的进行一下替换 我们存储一下 回到嘴面看一下 现在的感觉呢 会比之前清爽一点 但是现在的问题呢 也比较明显 就是我们这几个导航按钮啊 是不太显眼 不太显眼 那我们怎么样 让它显眼一点呢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 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里面 给它增加对比 就是对比的话 就会比较显眼 那如果我把这个icon的颜色 我们给它调高一点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颜色叠加的啊 那我们把这个颜色叠加去掉之后 我们会就我们现在呢 是每一个图标都会比较显眼 我们存储一下看一下 是比较显眼 但是问题是呢 就是会回到和刚刚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太突出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需要它弱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强化这个黄色的一个 这个感觉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把整个的 我们这个icon的颜色呢 降低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需要增长对比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再通过这个底板和这个icon的颜色去对比了 我们给icon加一个底色 我们给icon加一个底色 我们给它加一个白色的底 这样的话呢 在小的每一个icon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颜色的对比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现在存储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现在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icon呢 这个人的这个小icon 明显的会比前面这两个 对比度要强一点 而且呢 这个时候它也不会说 强到你忽视掉上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也不会扎眼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用同样的一个逻辑 把这几个呢 全部都处理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几个icon都替换完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这个组界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已经协调很多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会一步步的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每个界面的这个icon 都逐一替换一下 好 我们首先呢 是去替换一下我们这个 我的个人主页这个界面 我们同样呢 还是给它复制一个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对比 好 我们双击进去 我们从刚刚的这个主页里面呢 把这个导航的这些全部都给拖动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 我的这个底板的颜色呢 也换成我们这边的这个颜色 然后把自己的颜色改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同时把这几个icon的颜色呢 进行一下调整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界面呢 是因为我我的个人资料的一个界面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处理一个 我的这个头像一个高亮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打开 我们有一个focus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直肩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看起来是很奇怪的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我们这个界面 这个黑色的这个底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还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个衔接 我们上面是黄色的 然后下面这个一样也变成了黑色的 这个很诡异 所以呢 我们也需要让下面这个 我们也需要让下面这个 这个icon带上这种所谓的橙色 那我们双击一下 双击一下 给它吸一下这个橙色看一下 这个感觉是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色彩呢 会显得特别的虚 看不清 因为他们两个的明度太接近了 所以呢 我们不能用这种逻辑 所以我这个时候呢 用什么方法呢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去找对比嘛 对比是万能的 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再给它加一个底 我们加一个所谓的一个按钮的一个底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颜色呢 设置的稍微深一点 然后我把下面这个 这个白色先删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呢 给它换成刚刚的我们这个黄色 看一下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现在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地方好像 好像是我能够看出来了 然后呢 同时呢 它的颜色呢 也跟上面衔接起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灰色呢 还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把这个灰色的颜色 稍微再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线的这个图标是一个感觉 如果它不是线的话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换成 我们换成这种实心的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的感觉是实心的感觉 确实是没有线的好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非常实的一个底 然后这个底里面有一个非常实的这样的一个图标呢 这个感觉呢 是有一点 怎么讲 有一点死板 有点愣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回到刚刚的这个线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相机 相机 音乐和点赞的这个图标呢 也给换掉 我们颜色 然后改回去 好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关闭这个界面 我们回去对比一下 我们左右两个 我的个人面板的一个界面的感觉 那就是 而左边这个 你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微信 然后右边的这个 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像是一个 最近出来的某一款应用的一个感觉 而且整个图标呢 这个感觉呢 是更漂亮 那我们按照同样的一个逻辑呢 我们把其他界面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看看调整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那么我们替换完这些界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颜色之后呢 包括这些iPhone 我们现在剩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界面 我们把发现这个界面复制一下 我们双击进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同样先把这个底栏给换了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啊这个界面上下是没问题的 但是中间这几个按钮啊 包括这个爱心啊 问题还是挺大的 那我们现在需要去考虑一个什么问题的 就是我们现在下面这一些 iPhone呢 包括按钮呢 是叫虚实结合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些都是一个线形的就是一个线框的这种这种风格 那如果我们这上面的全是这种块的风格呢 会显得特别不协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去对这些按钮呢 进行一些虚实结合的一种处理的一个方法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我需要把这个按钮呢 改成一个什么呢 改成一个线框的一个按钮 然后我把这个投影去掉 然后呢 我给它 我给它把填充去掉 这样了 它就是一个空心的 就是一个空心的 然后我给它加一个描边 描边呢 我选择一个灰一点的 可以颜色稍微再重一点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图层样式 拷贝 拷贝小图层样式 分别粘贴给这些 这些按钮 那现在呢 我们看哎 那整个界面啊 这种线性的元素啊 是同一了 然后但是这个新呢 这个这个 这个对话 这个小图标呢 还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 我们给这些小图标呢 也是把它换成一个线的一个逻辑 我们缩小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呢 是这几个线呢 有点太弱了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 把这几个图标的那个线呢 还加强一点 我把这几个图标的 给大家看 我们的这个图标 稍微放到参加 现在的这篇图标的 这个图标准备 好 这样的 现在大体上看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整个界面没有说特别突兀的一个块状的东西突出来 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东西需要去考虑 就是我们之前是有一个被赞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它应该是一个实行的一个状态 因为要跟我们现在这种虚线的这种做一个对比 表示你确实是点过了 这是一个反馈上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为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我给整个按钮 我给它一个颜色 一个红色 这个时候这个外面这个框就不好看了 我们把描边去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新的描边改成白色 然后把这个文字也改成白色 这样的话就是表示我在这点赞了 你非常清楚你有没有给它点个赞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我不想做的那么强怎么办 我把整个这个爱心 我把这个爱心变成这个红色 然后把填充调回来 这样的也是一种做法 这两种做法呢各有自己的好处 那这种呢会更明显一点 这种呢会更温和一点 整体感会更好一点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整个这个 回到我们大的这个设计稿里 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界面的基本上都已经被调整过了 我们把整个PSD文件的再加大一倍 然后我们把这些新的这一组啊把它拖下来 然后 然后我们做一下对比 设置设置界面呢 我们现在还还没有改 还没有改 只是把上面的这个通栏改了一下 我们现在先还是把这个通栏改回去吧 那上面先保持完整 好我们回来之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面是一套黑色的这种感觉 下面呢 我们是一套黄色的这种感觉 我们把设置界面的复制一个出来 放到下面 然后我们把通栏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把所有的界面相互对比去看 那首先是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下面这一排 这个APP的设计呢清爽非常多 整个的这个体验的感觉呢是完整的 我们把这几个界面放上去吧 放到这边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界面 这几个放下来 我们就看上下的感觉 我们下面的感觉呢是非常的统一了 就是我们从黄色的这个引导页一直到注册 一直到里面所有界面 它是有一个主色在的 而且呢整体的感觉呢不会有特别黑 或者说特别让你眼睛不舒服 特别跳的地方 整体的和谐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感觉呢 就感觉不太年轻 比如说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通讯录啊 然后有那个消息界面会显得比较成熟 会像微信啊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最终呢我们肯定还是往下面这个方向去走 然后呢最后剩下来呢是这个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呢现在的感觉呢是稍微缺一点设计感 稍微缺一点设计感 那我们缺设计感的话呢要怎么调呢 我们先双击进去 首先缺设计感的原因呢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对比一下我们这些地方 现在这些地方呢它的层次关系是比较好的 有实有虚 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它那个黑白对比啊 然后冷暖对比都有 所以呢它的设计感会强一点 那这个地方呢就所有图标呢只是有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相互的关系呢也不是很明确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缺乏对比 然后呢以及就是缺乏一个调子 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主色 然后呢把它控制住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啊 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主的一个颜色倾向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放了几个图标彩色的图标 这样看起来呢还是比较低落 所以我们双击进去 我们把这几个图标呢首先我们还是换成我们新的一套的图标 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套黑色图标放进来之后呢 整体整体图标的感受上是好很多 因为这个图标是进行设计过的那会好看很多 但是现在呢还是缺乏一个我们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们给它后面呢我们再加一个小底板 我们加一个小底板 然后我们把它的颜色呢就是这个黄色 然后我们给它复制几个 我们缩小一下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这几个图标啊 就是呃我们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对比有了 但是呢还是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返回主界面啊 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设置界面哎 这个整体感很不错 但是它跟右边的这一套线性的图标呢 呃不太吻合 而就是整个这一套呃就是感觉风格不统一 那我们就要把它的风格呢再进行一下统一 我们这几个呃这几个黑色的呢 我们可能需要把它转变成那种 那我们之前画的这个线框的这个图标 那我们把这几个这几个线框图标呢 拖动过来 好到这里呢我们再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主界面再看一下 现在的整体感设计感都还不错 但是呢会觉得呃会觉得这个左边这个地方有点顶出来了 有点顶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太好 给我回去 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圆呢 我们再缩小一点 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整个界面啊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 就是整个界面的黄色太多了 就是这些地方是黄色 这些地方也是黄色的 缺乏一些其他的颜色去做一些补充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把退出登录呢 要给它换一个颜色 给它换成一个灰色 好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看哎这个界面改成灰色之后 整个界面稍微多了一丝啊 呼吸感 稍微舒服一点 那我们呃 全部缩小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啊 这样的一个界面的一个感觉 它的统一性啊完整性 然后呢 呃细节上的一些设计感啊 都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呃 这样的一个贴图 我们双击打开 然后呢 我们双击这个智能对象进去 然后我们把我们比较啊 中意的一个一个界面呢 我觉得哎 这个界面还是还是可以的 我们把这个界面拖动过去 放到这儿 我们给它缩放 然后缩放到百分之百 嗯 回车确定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 我们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栏啊 我们给它复制过去 复制到这边 然后呢 放大一点 我们模拟一下真实的一个 AQP的一个感觉 我们把它放到上面 然后把它自带的这些东西删掉 好 我们保存一下看看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 这款应用哎 现在有出一点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样这样是ok的 我们把这个删掉 我们把这个删掉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我们把这几个呢 合并一下 然后把它 我们把这个底删掉 我们把这个底删掉 然后把这个iphone 和我们这个东西呢 拖动到我们最最外面的这个界面里 把它放到这儿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 我们这个设计完的这个界面 放在一个手机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啊 那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把所有的界面呢 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调整 那然后我们下一节课 开始呢 就要对我们整个这个项目 进行一个重新的一遍的一个梳理 方便大家更深刻的去理解我们 怎么样的一个设计流程 可以保证我们计快速 然后呢 最后又出效果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